2019年春夏时装周已经尾声,比较欣慰的是今年的时装周,大家都比较安分收集,没出现什么很Drama的造型,是在认认真真地扮美没错了,除了认认真真扮美,今年的女明星们都不看秀了,直接走秀。 我们要说的就是Dolce & Cabana的这场大秀,因为网传出现了比迪丽热巴更惊艳的小姐姐,Mine Vicar,一下子热度大涨大石化,这巴的这套服装造型明显更难驾驭些,而冷脸和绿络的走位没毛病,所以你说他输,我们不承认的,再拿出上一次惊艳全场的走秀造型给你回顾下和照你们品一品。 另一个不肯输的美人应该就是唐燕了,机场造型禅这样的,真的是那种随随便便,各穿各睡衣,都很美地人。 看像造型是这样乱系京都这一届,应该没人能跟唐燕拼了,一直想在造型上,更突破起自己心大家也都看在眼里。 不过在短发的问题上,可以稍微请教一下,隔壁的郭凯杰,半叶银面最大的发型,应该是半施发造型了。 看一下齐爷的对比图半施发造型是这样同场新合照,也是妥妥的赢家了江俊燕也选择了类资款,比较柔和的五官配上这款发型,也能把整个人气场带出来。 有罪有气场的,自然也有比较M的造型补给颜的这个装发到造型太过随意了,大家日常上班的造型都要比这个厉害一点吧,偷身的比,力也是略不协调。 还是古装造型更良远,一些,除了明星们的大热闹,今年的时装周依然给我们贡献了不少装发灵感,比如发射刘海大家不要再观望那流了很多年的空气刘海, 在今年秋冬赶紧换了吧,发射刘海最直观的特点是中间毛,两边厚,尤其是边缘衔接的地方特别厚重,过度起来自然。 它密度的变化最修饰的是眼神,能带出明亮又美惑的味道,对比另一款大热被选的狗啃式刘海,除了对颜值的要求没那么高以外,发射刘海的执行和还原度会更高。 不过在发色上,黑色狗啃式比其他色系性格更突出些,如果你想尝试狗啃式的话,对比短的狗啃式,狗啃式的长刘海风险会更小些。 剪错了,也不用瞅太久,作为被选一起送给你短发的长度又上移了,对颜值的要求不高。 但是对不等线条的要求很高,如果你没有天鹅井就不要是去尝试了。 另外不管是刘海还是发尾都发尾,一只方向和弧度的内扣卷,增加了短发的温柔感和柔软度。 不管深色还是浅测都会效果不错。 另一从这几年大热的baby hair过来的长刘海适合不想剪前刘海的少女们今年小卷度的发型时髦感会更甚已经不用质疑了。 中长发妹子们发尾内扣的做法要摒弃了,用凌乱的发尾感或者外翻来替带会更时髦。 在妆容方面,看似无妆的素颜感,席卷了几个秀场,干净的底妆加上裸色的唇膏整,剃走的也是米色调戏。 如果你觉得太发尾金色高光宗色腮红,可以加入一起玩起来。 大一圈的唇装画法还在延续,没有大红唇,无法过秋冬,你可以选择这么图,希望看完这篇今年秋冬你们都美美的了哦。